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幾場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HELLO 我是烏龜 第一場要來看到的是由命 他所帶來的天女豬礦流進攻 面對這個十三本的陣型 命他在靠近九點外側的地方 先下了天女進場 然後在大約十點跟十一點中間的地方 用氣球探一下空中陷阱之後 直接送了一台工程飛艇進來 裡面裝著的是雪怪 準備要讓他們飛到陣型最中間的地方 配合狂暴法術來拆除 拆掉對方的大本營還有對方的天鷹火炮 現在狂暴法術丟下去了之後 雪怪不但是拆掉對方的大本營跟天鷹火炮 還直接殺死了對方的蠻王 那這對我們的野豬來說是一件好事情 那被引出來的援軍現在是回過頭來 準備要去找天女了 女王在處理對方的援軍之前 還來得及貼牆拆掉對方的一座投石機 那對野豬來說又是另外一件好事情 現在在靠近六點外側的地方 命令他下了蠻王 旁邊跟上法師 要來幫忙清掉靠近五六點外側這邊的建築物 而蠻王馬上就要碰到對方的神盾勇者了 在這邊蠻王開了技能 殺掉對方的神盾勇者 這樣子一來野豬又少了一個威脅 然後豬礦部隊現在是直接從大約八九點的方向進場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 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讓我們的部隊殺掉對方的女王 然後野豬接下來還可以拆掉對方的第二座投石機 這樣子一來對方的兩座投石機 以及對方的蠻王女王和神盾勇者都解決掉了 這對我們的豬礦部隊來說是好事情 我們的神盾勇者還沒有進場 現在順利的拆掉了投石機 手上還有剩下一些補血法術 現在在靠近對方法師塔的這個位置丟了一罐補血 因為在法師塔的後方還有一座炸彈塔 這罐補血應該可以讓我們的豬礦部隊 安全的把這兩座群傷防禦建築拆掉 繼續往三點鐘的方向推進 等到靠近三點內側的這座法師塔的時候 再丟一罐補血法術保護他們 同時從大約兩點外側的地方讓神盾勇者進場 準備要讓神盾勇者一路從三點內側 往十二點的方向打上去 一路應該可以清掉對方的這些火塔 這場的部隊配置補血法術並沒有帶這麼多 現在已經全部都用完了 而且野豬也幾乎全部都要陣亡 現在我們的神盾勇者拆掉了對方的第二座火塔 而我們挖到外側去的礦工 終於是回過頭來 跟神盾勇者會合 準備要繼續往十二點鐘的方向打上去了 神盾勇者的技能還沒有開 礦工已經慢慢的跟上來了 女王也開了技能直接殺過來從側邊支援 最後所有的部隊就是在十二點鐘的這個方向匯合 還遺留了一座小屋在陣型中間 那就開始耐用者的技能把它給解決掉吧 技能開 好 那下了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是由烏魯所帶來的進攻 他用的部隊配置是用天護開場的地震雪怪流 烏魯現在十點外側的地方 下了大守護者 用氣球探一下空中陷阱 然後後面跟上了天使 哇這顆氣球真的探到了一個黑色空中陷阱 在九點的下方 這邊是下了一組寶寶龍球來幫忙斷邊 準備要控制大守護者 是往十二點鐘的方向走上去 而在九點十點外側這邊是冒出來了幾座電塔 這對大守護者來說也不是什麼威脅 只是要多花一點時間來把它們處理掉 看起來守護者是會往上走 這個沒問題了 在十二點外側的地方 烏魯他先下了一個雪怪 一方面是幫忙斷邊 另外一方面是幫忙扛住火力 因為等一下他還會再靠近十二點外側這邊 下攻城訓練營 這樣子一來 因為前方有雪怪在幫忙坦了 所以攻城訓練營可以非常完整的 把裡面內建的部隊一隻一隻的放出來 除了皮卡之外 等一下會有陸續十二隻的法師 全部都從攻城訓練營裡面走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這十二隻法師會剩下多少 現在在靠近十一點鐘這邊下了一關跳跳法術 然後外側是下出了雪怪還有藍胖以及女王 準備要跟大守護者會合了之後 直接藉由這個跳到法術跳到陣型的裡面去 所有的部隊跳進去了之後 在這邊下了狂暴法術 然後用地震正開陣型中間的結構 用冰凍法術動住對方的火塔 然後毒藥只有在對方野軍的頭上 最後再配合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就一瞬間直接秒掉了核心所有防禦建築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烏魯在這邊很細心的 從兩點外側的地方 下了一小隊的野豬進來 跟我們原本放在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匯合 從側邊支援 並且在旁邊還跟上了神盾俑者 現在我們看到在靠近三點外側這邊有很多的法師 就是剛剛所說的 從工程訓練營裡面跑出來的法師 他們非常安全的跟在野豬和神盾俑者的後方幫忙收尾 這數量真的是蠻多的 絕對不用擔心收尾的問題 現在野豬雖然已經全部都陣亡了 但是我們的神盾俑者技能還沒有用掉 現在看起來神盾俑者剩下的血量雖然是不多 但是對方所剩下的防禦建築 也只剩下一座加農炮跟一座法師塔了 在這邊神盾俑者單挑加農炮 贏了 好再來單挑法師塔 哇還踩到一個大炸 這邊心臟真的很強 他沒有開技能啊 直接是裝逼扣住了技能 打掉了法師塔 然後收尾拿下了三星 扣住了女王還有小王的技能 太帥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場 是由Ray他所帶來的天護開場地震雪怪流進攻 這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前戲的細節 其實在之前Ray的進攻當中 已經有出現過很多次了 就是藍胖的運用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畫面上 所出現的這兩隻藍胖 他下的位置是多麼的精準 不但是處在一個安全的盲區 並且都可以同時打掉兩座建築物 而且呢 兩座內層的建築物都是法師塔 那他光用了兩隻藍胖 就可以解決掉對方的兩座法師塔了 這表示他在進攻前的陣型觀察是非常仔細的 才有辦法將藍胖的位置下得這麼的精準 而且發揮得這麼的好 現在在九點外側的地方 這邊是用天護開場 慢慢的清掉外側建築物之後 等一下大守護者貼牆 可以打到對方的大本營 好沒有問題 現在大守護者已經打到了對方的大本營了 而剛剛的兩隻藍胖也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分別是至少都帶走了一座聖水庫 還有一座法師塔 現在下了狂暴法術給天女 處理掉對方的大本營 講錯了 不是天女 是天護 然後從十一點外側這邊是補上了一隻寶寶龍 主力部隊是打算要從十點跟十一點中間的這個地方打進去 現在下出了全部的雪怪之後 從十一點外側這邊是補了一個工程氣球進來 然後在雪怪的後面是跟上了藍胖 將大守護者引了過來 全部一起吃狂暴法術 一邊處理對方的援軍 一邊將陣型前方 用地震法術正開來 然後從一點外側這邊是下了哥倫兵人進來後面跟上了神盾俑者 這裡的外側有一大堆的電塔 直接被這個哥倫兵人全部都動住了 保護我們的工程氣球 可以繼續再幫忙多砸掉一些防禦建築 神盾俑者被打到雪殘了 所以被破開了技能 那工程氣球在解體之後裡面 跳出來的是兩隻雪怪增加了部隊的續航力 現在雪怪繼續的接棒 扛住火力然後一方面推進 藍胖部隊也還有存活 後面的天使也都穩穩的跟著部隊不斷的補血 那看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手上還有剩下冰凍法術 而且女王的技能還沒有用掉 喔這邊有一個亮點我們放大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小群小雪怪跑到了九點這一側來 而在他們被攻擊之前 瑞趕快丟了冰凍法術 動作靠近九點的這幾座防禦建築 讓小雪怪最後有機會 鋪到這些防禦建築的身上 雖然說這罐冰凍法術 以及這一小群小雪怪 可能不見得影響到最後的三星結果 但是這個細微的操作 還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來參考參考的 我最喜歡看到一些高手或者是比賽選手 在進攻過程當中 雖然看起來是一片的混亂 但是他們還是都能夠把細節照顧得非常好 然後控制得非常精準 這真的是看得讓人非常過癮的一個地方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這樣感覺呢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幾場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們部落的話 請千萬要記得先去看過我們的部落網頁說明 再用通關密語來申請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拜拜